黄日华多年来支持狗之领养 3月30日他特意抽空回港出席导盲犬活动 当他下令要自己命名的导盲犬Memory坐下时 狗狗不听命令反而把口水抹在日华身上 十分搞笑 华哥早前与太太女儿黄之情和女儿男友一起去旅行 他表示希望女儿在30岁前出嫁 但笑颜女儿婚后不能带走家中的宠物 以免太太伤心 黄日华与刘德华合作的拆弹专家夏月上映 提到华哥近年来甚少街拍电影 他笑颜纵使不习惯拍戏的节奏 但也不能拒绝兄弟华仔的邀请 问到华仔的伤势 他回应之前探过一次 他心情不太好 因为他是很好动的人 却要几星期坐着 最近也跟他通过电话 他表示康复进展很好 大家不用担心 另外华哥当年十分照顾 人是新人的顾富城 诚诚近日承认婚讯 华哥对此表示没有收到婚礼邀请 可能对方等安排妥当后再决定邀请谁 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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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签 签 筙 签 签 感谢观看